早晨,歡迎大家收看今早的節目 首先跟大家跟進昨晚美股方面的表現 三大指數,個別發展,只有納指有得升 在道指方面跌141點25745點 另外,S&P500指數方面跌8點2824點 至於納指打指數是唯一有得升,升5點7728點 VIX升2.5%,到13.91 隔夜方面,有甚麼大事發生都有 聯儲局方面做完的意識,出來講結果 當然跟市場的預期一樣,維持息率不變 但是又再進一步放甲 為甚麼這樣說呢? 說明今年不會加息 鮑威爾說明今年預期是不會加息的 之前說到今年一至兩次 有所不同的 另外,確實在九月份開始停止縮表計劃 對於市場流動性逐步收緊的陰霾 可以這樣說,清除了 起碼在2019年情況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受慶就是美元 美元和大家儘管去看一看 隔夜的時候,明顯在畫面上看到 是一支大陰燭刀穿了一條二百天線 那些二百天線這樣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小心的意思是說 如果美元進一步下滑的時候 對於新興市場來說是好的 當然,現在這樣看法 你無論如何點線 無論如何點線 似乎都是 穿穿地的格局 所以大家要關注 美匯明顯就低了的情況之下 變成新興市場、日圓等 全部都會反彈 好了,聯儲督放隔夜之後 美股未能夠上升 這裡大家又要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聯儲督放隔夜之後 但是美股未能夠上升 會不會跟中美貿易會談方面 特朗普又自己發聲 他又沒有跟白宮隔夜 他就說 接下來就算達成了貿易協議 都會維持對中國私家關稅一段時間 來保證中國是履行承諾的 當然這方面就令到市場覺得 你都不是真正和平 這樣談法 可能中方是否制價 明顯就 你看看這裡會不會有少許 需要叫做小心的地方 但是恆生指數都可以成功高開 現在看港股 恆指方面 就可以高開66點 去到29,387點 如果看這些水平 繼續咬在29,400附近 如果看牛紅街貨 現在開始打成軍勢 牛症65個百分點 紅症35個百分點 但是情況就在於 牛症向上的有三棍都超過過千 包括二八九、二八七、二八六 這些都是三千多 三千三左右 上方反而過千的紅症只有兩棍 就在二九六、二九七分別 就一千一和一千二 加起來才只有兩千 如果 順便想大戶是怎樣殺的話呢 暫時下方有多些肉食 不知道的 不過就要殺到二百六 才能吃光三棍 這裏大家就要注視了 另外就去看看今天的消息表面 看看成交額榜上 暫時居首的 就是四十億成交的一隻若名生物 當然 並不是無緣無故的 一隻若名生物平時都不會上榜 亦不會 第一口價有四十億的成交 原來控股股東配售 這個其實都不是那麼好的一件事 好了 公司控股股東 Biologics Holdings 就說 以七十七元 配售向獨立於他公司無關聯方 配售了五千二百萬股份 以七十七港元 現在股價在七十七.三的位置 折讓配股當然股價也稍微受壓一些 儘管看看股價表現方面 當然我都要補充一句 配股不影響基本因素 業務繼續做得好沒有問題 但當然也反映出 投資者會否認為過高呢 因為始終現在不是普通一個持股者 是空股股東 這裏給市場有一點點問題 如果看看現在低開七十七.三 去到四點三個百分點低開的情況 當然七十七會是一個重要的大位 因為那個是配股價 而過去這一浪呢 七十七這些位置呢 確實都是一個比較 叫做橫行的位置來的 大概就是在這些位置 七十七的位置 究竟能否守到呢 如果看看重創方面 重創反而是 是挨近八十 以及七十八至八十之間的 七十七呢 老實就不是什麼重創 所以呢 慎防 慎防股份轉彎 尤其是七十七這些位置呢 已經是連失了十天二十天線 所以呢 有貨的朋友 又是那句了 不吃都硬吃了 照看著先 看著半天 終於一定會更新大家的 但是情況就在於沒有貨的朋友呢 就是除非你膽粗粗入 你都要用七十七元做個決定指洩的情況 那否則呢 就要確認呢 開到楊竹 才去做太多的部署了 這樣 好了 那現在呢 暫時呢恆生指數還有半分鐘左右 就進入了一個交易時段 除了看若明之外呢 一會兒我們去的廣告呢 再看看石藥 石藥都有最新消息的 一會兒見 現在呢恆生指數就報二萬九千三百五十九點 升三十八點 暫時升幅了 收集快點 現在呢在成交榜上面 繼續跌得多的是若明 跌三個百分之下 通情藝龍也跌四個百分之下 若明就稍為較剛才開市價 跌幅就收窄了一點 現在再看看同情藝龍 前個交易日就出了一個業績 不過就令到股價一度下跌 後來反彈回現在又再下跌 留意同情藝龍現在十六個二毫八 如果看回最近呢 在高位一直叫做震盪的情況之下 有未算是破壞了走勢的 起碼在那個二月份那個高位呢 亦都在三月中突破了之後 暫時未曾回復了 可以再繼續觀望 是的 我們看到其他上榜的股份 都有個別的 有些比較平時少見一點的 有彩客化學升三個百分之下 新華保險升四個百分之下 沒錯 那些個別的股份 可以照著做企穩下這樣的情況 彩客就比較冷門一點 順便也看看走勢如何 現在升三個百分之下 一九八六 到三個零二 股份曾经在十二月初和一月初的时候 都是很大的一个大阴的情况出现了 接着三月起就爬回来的时候 来到现在这些情况就成交大 对的,为何今天都可以在这里上升的时候 上得成交额榜都是移动成交 现在其实就已经冲回去十二月的大阴烛的烛身入面 如果真的能够配合成交再冲多一点的话 不排除股份真的有机会上回 譬如再多清一些粥 这支一月九日的阴烛高位是四个零六 有货的朋友先拿着 不过没有货 老实说股份两次这样急插 就有点令人忧虑一点 不过留意公司在一月二十二号出过的营起 就说去年一日来是按年增加不少于六成 如果看回公司方面 那个业绩发布的日子就是二十八毫下星期 有货照仓 刚才说到药名配股下跌 至于另一只药股石药 就有个分拆新乐威在深圳创业板上市 这个消息就刺激股价升了两个百分 没错 公司方面今天可以受刺激 新市就不是很新的 不过再进一步就去落实 还有就有些细则的条款 新股发行是五千万股 A股 筹资正筹11亿左右 留意一下 对于现在1093方面 也有个提振在这里 还有留意最近都是 1093在横行过后 明显有个突破在这里 虽然每天都十字星 不是有什么明显的进账 但依然维持横行 大家可以继续去提一提 如果在深圳创业板上市 明天挂牌 会否之后有机会再看好一点 那当然了 你可以看新册出来 开了上了之后怎样 会不会降停板 会不会都很火 留意着 整体我相信就算没有这个因素 石若突破了一个横行区的话 其实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大家要留意 一来看这一只 顺便也扫上1177 因为这两天都是 讲这两只股份 明显做了一个横行突破 1177虽然昨天就立了一点 出了一个假形起 捉到7.1附近的位置 但今天暂时都弹翻了 最高见过7.33 现在7.21 息印1.1% 依然为此一个突破格格 暂时似乎是上了一个新的横行区 没错 这几天就 我们现在就看看网上的问题 Josephine就问了596 他说4.8入 是什么位置呢 596 4.8入 4.29 是呀 暂时有点阴霾 因为始终那支阴烛是什么特别的因素呢 会不会又是业绩之后被人沽呢 这支股份它顺利方面3.24亿 增加了1.3倍有派没期息 但是就被人沽的 好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看4.2先是有支持 4.2先是有支持 如果4.2都失败 老实就很可能会再进一步下回3.8伏 所以我就不是看上之余 就要 alert你 就要有点点警觉性 看看这支股份会不会失手4.2的话 甚至乎要下回3.8 那就先看4.2先 就算让你上 因为始终有一支大阴烛在这里的时候 我看未必真的这么快可以上到很多 有机会看回大概4.5已经是一个反弹的目标 接着Po真的要帮他看看 他说他昨天入了美团3690的妖怪Pood 现在是否要走 他的Pood是15202 他说今天正在跌 现在正在跌2% 至于美团 也正在跌0.9% 美团未下跌的时候 那支Pood也跌得更多 其实Pood美团是适合的 只不过就真是卵商作怪 我昨天提过三只瑞讯 都是妖怪的 现在这样看 我是你 除非有东西换 否则我会照顾着线 因为美团 如果跟着正股继续下跌的话 他始终也要给你 所以我会说你照顾先保存 除非有东西换 除非有东西换 2016、2017、2018年、5年都没有派过 常规息率 只是在特别息 明显派过一次 但今天 你当好消息出货也好 无论也好 似是 股份实际上有一个好的业绩 现在这样沽 就不是那么划算 究竟会不会先沽 后上回呢 过去也不是没有估计的发生 所以我会说 我会照顾着 如果你看走势方面 当然今天的阴烛欲酸 就无庸置疑 尤其是出现业绩 搞这些事情 但是股份多头排列是可以维持到 这个也不会一天可以被扭转 同时间 其实始终都是一个 叫做震荡向上的格局 虽然这支阴烛欲酸 但其实这支阴烛收后 都很重要 譬如如果收这些位置 当然就欲酸 如果真的 譬如收回少一半的话 那又可以容易接受一点 我会说既然这支股份 不算是大老股份 你尽管照有它 这支阴烛欲酸 可能它会比较容易 这支阴烛欲酸 都是工程器械 挖掘机 即631 就做多一些挖煤机 那些 感觉上 基本因素应该是好的 还有正体行业的销售数字是OK的 我会先保持住 好 接着Kent Zhang就问 288 他就说 可以上网多少呢 可不可以上网到9元呢 288其实这一轮都不错 现在就8.71 可不可以9元呢 其实又不是很远 距离9元的目标 没错 9元的话 暂时先看着 因为就算今天少少阴烛 不用理它 始终猪肉股份的趋势还在 不过留意昨天 又尽管看别人说些什么 昨天沃通下调了 万洲的目标价到9.2 不过都是增持的 他自己的感觉上 就觉得去年的盈利 按年要下跌6.7% 收入只是增长1% 其实这里就顺了预期 还有经营利方面 在美国屠宰业务 就跌了89% 内地经营的反而就增长15% 预期 整体觉得有些都是令人失望的部分 所以看得不算太好 但是股份我认为都可以照样保持 最近的上升势头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两只猪肉股都继续是不错 1610中良 不过前两个交易日 就是阴烛了 今天都升到1.4% 还有1068% 今天都是微升的 不过因为3月13日开始就跌了一阵 看看可否之后再弹上去 好啊 看完很多这些猪肉主题股份 我又再看今天成交额榜上有些升幅比较显著的部分 新华保险1336 现在暂时是升6.4个百分点 看看它的业绩 业绩方面 新华保险是去年多赚了4.7% 去到79.2亿人仔 派末期息77分 如果比较过往的派息来看 77分都算是多 因为17年派48分 18年派52分 现在派息多了 还有增长都OK 那就留意 有货的话 因为现在出支阳烛 很可能先行挑战较早前的高位 就会提到3月 40.9 40.9作为首站目标 一旦如果冲穿的话 走势可以再强些 去到43.5 现在是否适宜去追入呢 现在是否适宜 40个 我会说升穿埋 即是突破到 是的 40.9如朵升穿埋的话 43.5 好 接着 Jason就问他169和1810 他说169是怎样的呢 业绩之后 能够跳空 虽然都是低走 我觉得就要继续 因为之前横行 竟然今天可以跳空向上 照继续 另外1810 他说帮助急插 但现在暂时跌1.7% 保持11.44 走势也比较厉害 走势也比较厉害 今天尾图曾经一度跌得很厉害 现在就没那么跌 留意在小米方面跌失了横行区 最近横行区在大概11.58 滑了些位置 既然失去了的话 有可能跌下去要看10.4 有正股的话 我觉得可面侦面 如果做淡的话 其实可以留意 看10.4 好 接着PC Boy就问一只冷门的1101 他说想知道这只冷门 会否有些潜能 华泳能源现在跌0.6% 报1.5 其实图上来看 好像一般 暂时看不到潜能 潜能来自什么呢 成交没有 现在公司只有5万元成交额 以及较早之前 又有些不利的说法 David Webb曾经点评过这只股份 当然 David Webb点出的不是意思是好 意思是差 就着公司结欠民行方面的贷款 进行债务处置 这些都不是好的息怀 所以我不建议这样去博 接着Anna就问27 他说想入27 可以看什么位置入呢 27 现价是53.5 行业方面 暂时未曾有什么炒作 我会这样看 不如先等多一点 现在如果你真的入的话 其实53元是可以入的 创作也不能炒作 四天后随正 留意派息的因素 如果想入就53 如果想真的强起上来的时候 确认企稳54 才去看57副镇做目标价 接着SanSan就问823 几千可以入和上网多少 823领展 现在暂时来看 几千可以入 上网多少 最近弱点 破顶之后就开始下跌一点 顶位是91.8 是3月4日 看在大概86.6 半虎顿的位置 最好企稳 如果86.6 半虎顿不到 我担心股份可能下回84.8 有货就继续 未有货 先看看调购 调购才进入中长线持有 最后看碧桂圆 Karen和Lick Wong都问 就想问上网多少 碧桂圆 现在暂时升至2.8 到百分点 商旺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近期都没有 终于回到落后 顶位就要前一点 是的 63.7 乎回看上年7月份 那些反弹的阻力位 作为销售No.1 真的说股份相对落后 其实都想得过 是 好 接着 现在恒生指数 正在升75点 报29,398点 好了 这一节时间到此为止 我们11点45分 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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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